高小科学教育第七集 酸、减和盐 酸和减 你知道吗?我们每天都会使用的物质 像凝乳、柠檬汁和醋一样,其实都是酸 真的吗?我不知道呢 是什么使它们呈酸性呢? 嗯,这些物质含有天然酸 这就是它们尝起来酸的原因 Acid,一词源自拉丁文acera,意思是酸的 那小苏打呢?味道也是酸的吗? 不,小苏打没有酸味 事实上,它有苦味,摸起来有肥皂的感觉 这意味着它是碱,而不是酸 有趣 如果我们无法品尝某样物质 我们该如何判断它是酸还是碱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使用称为指示剂的特殊物质来测试物质是酸性还是碱性 江黄、石蕊和月季花瓣等指示剂再添加到酸性或碱性容易时会变色 我们周遭的天然指示剂 最常用的天然指示剂之一是从第一中提取的石蕊 它在酸性容易中变红色,在碱性容易中变成蓝色 哇,这真的很有趣 我们如何测试呢? 我们来做个实验吧 我们可以将一些水与柠檬汁混合 然后用红色和蓝色石蕊试纸进行测试 好,让我们开始吧 太好了,红色石蕊试纸变红,表示容易成酸性 蓝色石蕊试纸保持蓝色,证实它不是碱性的 太酷了,还有哪些天然指示剂呢? 另一种天然指示剂是浆黄 当添加到碱性容易中时,它变成红棕色 当添加到酸性容易中时,它会保持黄色 真有趣,那么月季花呢? 月季花也是天然指示剂 它会将酸性容易变成深粉红色,将碱性容易变成绿色 综合作用 让我们来谈谈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综合作用 您知道酸会使蓝色石蕊试纸变红,碱会使红色石蕊试纸变蓝,对吗? 是的,我记得学过这个 但是当酸与碱混合时会发生什么呢? 好问题 我们将使用一种称为分态的特殊指示剂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分态在碱性容易中变成粉红色,在酸性容易中保持无色 好的,我很好奇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在试管中加入一些锡盐酸并记下颜色 然后,我们加入几滴分态,看看颜色是否有变化 哇,那真是太酷了 如果我们添加更多的酸会发生什么呢? 很棒的观察力 如果再加一滴盐酸,容易将再次变成无色,表明它现在是中性的 我明白了,所以酸和碱正在相互中和 这个过程也会释放热量,对吗? 确实 当酸和碱混合时,它们会相互中和,反应会释放热量 所得容易既不是酸性也不是碱性,而是中性炎 日常生活中的中和作用 您是否知道中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呢? 不,我不知道 您能告诉我更多吗? 当然 我们的胃里含有盐酸,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但过多的酸会导致消化不良,可以服用氧化酶乳等抗酸剂来缓解 它含有氢氧化酶能中和过量的酸 哇,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他例子又如何呢? 当蚂蚁咬人时,它会将酸性液体 甲酸,注入皮肤 可以透过擦拭湿小苏打,碳酸氢钠 或卢干时容易来中和酸的影响 其中含有碳酸性 我明白了,这真的很有趣 在土壤处理,又怎样呢? 过量使用化学肥料会使土壤过于酸性 为了中和酸度,可以将生石灰 氧化钙,或熟石灰 氢氧化钙,等件添加到土壤中 如果土壤碱性太强,则添加有机物 堆肥,以释放酸并中和碱性 我原来不知道呢 那工厂废弃物怎么办呢? 许多工厂的废物含有酸 如果它们流入水体,酸会杀死鱼类和其他生物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工厂废弃物在排放前可以透过添加碱性物质进行中和 有空洞性物质进行中和酸刺激化 我原来的史文梁 也在这种情况发生 搭转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